三民第一分局十全路派出所于112年3月26日15时取 在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上 见越南籍无姓男子所骑乘之机车车牌污秽 上前盘查时,无男一开始假意配合 随即心虚拔腿狂奔,直接穿越快车道 警方立即展开追逐,最终在摇山街上弃虎压制后 发现无男是失联移工 警方表示当时无男拒绝警方盘查 直接在大马路上逃窜,完全未顾及通行来车 甚至将布鞋丢弃在路上,加速逃逸 两名远警健壮立即分别以骑车跑步方式上前追气 企图以包抄方式堵住去路时 无男突然窜出撞上警车,造成远警差错伤 但远警仍应勇负伤压制逮捕上号 经初步调查,无男因公司工作少才会逃逸 以逃逸预期居留数年 因担心遭遣返才拒绝警方盘查 全案讯后将无男移送移民署高雄专情队侦办 三民第一分局呼吁 预期外籍人士因主动当案 切勿心存侥幸 更勿因拒绝盘查而造成公众安全危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